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为避免市民聚集,香港特区政府康罗文化事务署1月底关闭了辖下的体育馆、运动场、博物馆及公共图书馆等运动场地及文化设施。 3月11日,部分公共设施局部重新开放,康文署采取了加强消毒清洁、限制入场人数及设施使用等措施,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。 位于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,11日起提供有限度的服务,包括借还服务及领取已经预约的资料。 下午1时至晚上8时的开放时间被划分为6个时间段,每个时间段允许250位市民经体温检测后进馆。 市民陈女士说,自己下午2时许来到这里,拿到的是3点30分的筹,虽然要等一个多小时,但自己工作需要,有一些必须要接约的图书, 所以重新开馆的第一天就来了。 因为我做事就需要看很多参考书,但是疫情的话,我就在家已经等了很久,要借书。 政府开了7间图书馆,我就选中央图书馆,因为它已经最大,空间大,理论上危险性就低, 而且书比较多,適合我的工作需要。 疫情当前,对于图书馆采取限制清管人数及停留时间的方式,许多市民表示能够理解。 市民陶先生说,虽然公共图书馆暂时关闭后,图书逾期不会被罚款, 但想到会影响其他人借阅,还是决定开馆第一天就把图书归还。 他认为,最近图书馆积压了很多借还工作,限制人流是合理的。 在香港岛的部分室内运动场馆,记者观察到,虽已重新开放, 但对设施使用及逗留人数都做了严格限制。 如港岛东体育馆外张贴的告示显示, 羽毛球场、乒乓球台最多四人使用,高尔夫球发球道最多两人使用, 儿童游戏室、更衣室及观众席继续关闭。 市民陈太太下午带着女儿打了一个小时乒乓球, 她认为场馆的清洁工作很充足,所以并不太担心病毒传播的风险。 据悉,康文署辖下的草地运动场、公共游泳池、 水善活动中心和度假营等公共场所继续关闭, 并取消期间举行的康乐、体育及文化活动,直至另行通告。 康文署指出,各场地将加强清洁措施, 包括于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每届参观时段之间进行清洁。